玩血也都还好 民众玩起袖子热心捐血 全台血裤告急 每年适逢学校寒假或农历春节前夕 血液库存往往拉紧报 在捐血中心里 很多资深的捐血人来发挥爱心 差不多两个礼拜捐一次 因为常常看到路边都在缺血 然后我又是做分离 应该就比较用途比较多 可以帮到别人吧 败农历前一个月 大概就是差不多12月底 这时候一直到农历年节前 用血会增加 那可能第一个是 可能心血管急进的人也比较多 那再加上有些人会在过年前 可能把一些手术早一点 在过年前处置完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就是血量 就是医院用血会比较多 若以全血一单位250毫升来计算 我国去年已达到252.3万个单位 较十年前成长11.5% 血液基金会也指出 明年台湾的捐血率会再上升两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的缺血情况是越来越频繁 但让人意外的是 捐血量却是不断在上升 以203年来看 捐血率是7.54% 但到了去年是8.08% 排名世界第一 但为什么我们还是有缺血危机 世界各国的话 大概都在5%以下 我们是高到很高 就是8点多 那即便是邻国的日本 可能也只有4点多 所以其实在台湾来说 我们的用血量 其实是蛮高的 那这样的一个捐入量 其实因为我们必须满足医院的需求 所以根本的原因是在于 医院端其实有临床上的需要 那我们就一直配合着去招募很多的捐血人 连年上升的血库进步量 人追不上用血缺口 问题就在于 我国用血管理太松散 医院习惯采用宽松的输血方式 一般人正常状况 血色素数值在12 13左右 但医生以往观念 若病人血少了有点贫血 降到10就要输血 但在供血量吃紧的状况下 医院的用血行为也必须做改变 其实基本上如果临床上 如果病人有大量的出血 但是他血红素还没有那么低的话 可能会导致病情的一个变化的话 医师在这个部分都会采取 比较保守的一种态度 就是说我尽量能帮他 把这个血红素输高就输高 但是在过往的一些 像是临床的研究来说的话 其实血红素10以下输血 跟7以下输血 病人的他的结果跟预后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在用血的部分其实要稍微限制去管控 因为毕竟我们来源已经越来越少了 如果我们用血要大增的话 可能有一些紧急的患者需要到输血 或者是需要开刀的这些病人 真正需要血液的这些病人 可能会面临无血可用的这种境界 用血管理相当重要 因为若以每年每千人口使用的血平单位量来计算 台湾的红血球用量是日韩的1.3到2倍 血小板用量是1.5到1.8倍 血将甚至差到三倍之多 输血是用来紧急救命 不能当作治疗的唯一手段 比较宽松的输血指引 其实对病人不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输血研究已经知道 如果我们对病人输血的量比较多 输血次数比较多 其实会有一些已经知道的风险 比如说各种的输血反应 会发伤 会发冷 还有会过敏 比如说癌症的复发 比如说像感染率的增加 或是发生血栓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我们医师 在输血过程中能够 谨守这个输血指引的话 那对我们的血管的降低 是蛮大的 台湾捐血率逐年提升 但大部分靠的是资深的捐血人 24岁以下的年轻人 捐血率及人数不断在下降 也让一届悲观预估 台湾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到了2030年 血液供需恐不服使用 将成严重的国安问题 TVBS新闻 黄冠伟刘彦宣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